因应新冠病毒在湾区持续蔓延 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对防疫做出行动 蔡璐阳报道 目前湾区的健康部门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学校防疫指示 在北湾索罗马县 Hillsburg小学决定今天关闭校园 原因是一名与学校有关的成人 与确诊者曾有过紧密接触 该学校今天将做完全的环境清洁 并将在明天开放 但是索罗马县的其他学校都将保持开放 南湾盛河西校区的发言人表示 学校没有确诊病例 也没有人接触到代言者 在这种情况下关闭学校是不成熟的决定 不过校区向家长们发出了信函 表示请让生病的学生在家中休养 以及勤洗手和保持生活环境卫生 盛河西校区负责健康的官员表示 校区的护士正在监测学生因生病缺情的情况 以及在校学生是否有生病 而且也已经安排了专业培训过的清洁人员 来打扫教室 该官员还指出 校区会遵从县健康部门的指引 但是目前校区还正在设计一套隔离措施 以应对一旦疫情发生 与此同时 学生家长还有校方都希望 他们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 能够避免疾病的传播 26台记者蔡璐阳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 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